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当选不当选的 早就准备好了 这场大戏 我们看看 如果你用一种观察 做戏 演戏的眼光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场大戏 其实他演的挺简单的 挺一般的 怎么讲呢 前两天 我们和曾博士 曾淼洪博士有一个交谈 曾博士他就说 看一看 这次国民党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民进党做票 这个是不用说了 一定是做票 一定演戏 演戏的话需要有配角去配他 但国民党就去配他 曾博士说 看看国民党有没有监票 就知道他是不是做戏了 那好了 我们看一看 这次高雄投票站 国民党有人监票吗 没有 有底下组织人去监票吗 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你从未看到 国民党这次为了这个高雄的选举要去组织人员去监票 没有 所以呢 我们在投票站呢 有朋友在那边也看了 人很少 没什么人 没什么兴趣这个事情 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哎 就是中选会 到时候直接宣布 陈吉迈当选市长 这个大戏就结束了 你看 得来如此容易啊 完全没费什么力气 就把韩扳倒 就把陈吉迈弄回来 2018年那个东西就白玩了 以后啊 得到经验了 随便 你爱怎么选怎么选 我让谁当选 你们就去投个票 到时候我一宣布 就得当选了 这场大戏演的 其实还有点小内容 什么小内容呢 我们看最后 最后在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看看新闻上还有这么说的 我们把这个新闻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新闻说 李15日傍晚60左右向高雄市民鞠躬 自行宣布败选 他表示 这场选举最大的赢家就是高雄市民 哦 最大的赢家是高雄市民 那我请问 高雄市民这次通过这次8月15号这个戏 高雄市民赢得了什么 赢得了坐票 赢得了一个好的市长回来了 赢得了民进党取得了胜利 还是赢得了什么 我觉得李这个败选的这个感言啊 好像是民进党给他的版本 好像是民进党让他说 你就读这个 还显示了特别的高尚啊 你看看这后本 你再看啊 国民党主席江 想支持李 支持国民党的好朋友 致谢意 称我们不怕失败 我们勇于反省 今天的挫折是2022国民党在高雄再起的养分 有人说 这次失败 民进党将在高雄再度长期执政 我们会用决心和打不倒的勇气 击破这样的说法 我们会用行动赢回高雄市民的支持 赢回高雄 你看这词写的 我看完以后我觉得 啊 你还要准备反省一下 你还准备要在2022还要赢回来 你还认为高雄还能回到国民党的手里 其实之前国民党也没有认为高雄在他们手里 他们认为高雄在韩国瑜手里 现在呢 高雄又将永远的回到了民进党手里 你反省 请问你有告诉大家你反省什么吗 你错在哪吗 没说 这种口号 这种忽悠人的口号 听完以后 毫无感觉 这种口号呢 我想也是向蔡威威表忠心 也就是 国民党这次配合民进党 把这次作票大戏给演完了 然后公开的去表一下忠心 你看看以前 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 候选人做一个假猛猩猩的一个表述就完了 这个时候江又出来做一个表述 有你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要说话呢 那怎么也不请韩国瑜出来在败选的时候 再做一个表述呢 怎么没请呢 为什么在头一天就把他请来呢 把韩请来是什么意思呢 认为支持韩国瑜的一些选调可以投向礼吗 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含义呢 这个东西整个这张戏演下来以后呢 我是觉得看上去挺不舒服的 挺劣直的 我们能看得出来 民进党自从111第一次作票得逞之后 设计的第二次66作票 做掉韩国瑜 这一次作票 那就太简单了 首先呢 没有人去质疑他们作票 没有人到门口去监督他们作票 因为66他们已经用警察 用军警向高雄市民展示了 不许到门口监票 当时最勇敢的也就是杰森 杰森他非常勇敢的公开的到门口去监票 但是呢 被警察驱离了 当然杰森也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力 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故事 到现在呢 门口一个监票的都没有了 点票的时候 国民党也没有组织人去监票 监什么呀 他们早就知道民进党已经做好了 监什么呀 他们早就知道民进党根本不听你那一套 他们早就知道 如果他们去监票 就得罪了民进党了 所以呢 监票多麻烦呢 要组织那么多人 要有那么多人去 一旦监票了 如果控制不住现场监票的人 又把内部的情况又拍摄 又暴露出来 又曝光出来 这不对民进党就不利了吗 所以呢 国民党没有派人去监票 造造式 讲讲话 连广告都没做什么 就这样配合民进党 把一次所谓的选举给做完了 如果这次 国民党不配合 科也不配合 就让陈其迈一个人坐那选 那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应该是说 反对党是有智商的 反对党是有智慧的 反对党通过这样 才能下次赢回来 才能遏制蔡格格他们做票 而现在这个反对党呢 不 不做 到今天 从111到66到现在 所有的台湾的反对党 没有一个人说 做票 韩国瑜 到现在 也没有说 做票 因为为什么我老说韩国瑜呢 整个这个做票的 这个被做掉的核心人物 就是韩国瑜 而韩国瑜本人不说 反对党不说 媒体没有一个敢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这个假民主 假投票 这种大戏 这种假戏 现在越做越熟练 你看看这个做的 一点杂音都没有 而且呢 这个结果下来以后呢 不管是败选 敢言 不管是哪些媒体 你看看 把它包装成为一个 好像特别完美的一个选举 呦 老百姓去投票 没几个人 其实拍了几个镜头 扔了几个票 哎呀 败选者敢言呢 哎呀 李呢 这个在讲话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更可笑 就是 他感谢高雄市民 并且呢 希望陈其迈 能够带领的高雄 把高雄领导得更好 哎呀 这个说话 这个口气 这个高度高啊 那简直是胸怀之大呀 那真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表述 博大的胸怀 承认败选 希望高雄能够在 陈其迈的带领下 走向光明的大道 这些话 也能出自一个 候选人的嘴里面 可见 这个稿子 不是李自己写的 应该这个就是 民进党给他写好的 你给我照的这个念 我是怎么认为的 正确也不正确 大家自己去想吧 第二个新闻呢 也是今天早上大篇幅的刊登 台湾将购买美军 66架 F16战机 之前买了一批了 现在又来了 价值600多亿美金 哇 这笔生意 看来就是这个卫生部长 到了台湾以后 开始做的 每天都是这样的 这种新闻 而且高调的去宣布 台湾怎么怎么样 购买军售 台湾购买了 这66架 F16战机 我们F16战机呢 其实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我觉得之前有说过 F16战机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问世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呢 就在军事这个领域里边呢 F35战机 早就问世了 也已经在很多地方 都取代了F16了 现在呢 如果是空军更换机型的情况下 应该普遍的去配置F35战机 而F16战机呢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逐渐的被退役了 这些F16战机退役了 退到哪儿去呢 台湾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通通的给台湾 要不然往哪儿退啊 而且呢 这个F16战机退给台湾以后呢 搞不好不用停在台湾 停在关岛就完事了 这样的新闻 大规模的炒作 我觉得并不太正常 前面我昨天说了 本身这种军购案 案里说属于秘密 对吗 军事上 你购买一个国家的什么什么东西 武器也好 飞机也好 战机也好 这都属于军事秘密 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要高调的让全世界知道 我要买战机了 干嘛呀 无非就是想给北京政府看嘛 给你听嘛 无非是这样嘛 或者无非是台湾就显示 我跟美国站在一起了 美国坚决支持我 只是想放这么一个信息出来 这种信息放出来以后呢 其实我们从旁观者看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意识的 故意的一个政治操作 操作什么呢 他们老想激怒北京 我有这么感觉 想办法激怒他 想办法让北京做一点什么事情 比方说 在香港抓捕 谁的事情 只要北京一做这样的事情 全世界媒体都准备好了 夸就有一个新一波的什么东西出来 我现在总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当然我看到有一个新闻 他们说 有人讲 这个小道消息 这个完全是没有依据的 说中国军方有一个口号 就是绝不掀开第一枪 这是针对在南海 针对美国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中共是不可能向美军开第一枪 如果美军掀开枪了 那是后话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能传出来 能在这传 这个也说明 就是现在 真正想在南海那个地方 制造冲突的 我们感觉不像是中国 真正想在南海 在台湾那个地方 制造一点武力冲突的 好像是台湾和美国 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这种挑衅的语言 这种挑衅的动作 频频的出现 共军呢 也是比较不聪明 这个飞机还往里边飞 你一飞 给他拿到借口了 还有什么导弹 又对着什么什么飞机了 哎呀 这个自豪啊 那个国军的导弹啊 威武啊 瞄准共军的飞机 如果共军的飞机不逃跑的话 我们就给他击落 现在一直在弄这样 这么一根气氛 我觉得并不正常 所以我们用政治的观点来衡量 现在他这种突然爆出的军购案的话 就是在故意放消息 那看你共军是不是聪明了 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商 足够的智慧 去面对这样一种局势了 而台湾在里边呢 特得意现在 呦 美军给我飞机 钱有的是 台湾政府不用担心 有的是钱 这点钱这个足够 几百个业 不是大数 上千个亿呢 都在美国那存着呢 所以现在这个 整个这个国际新闻呢 这两天 把这个军购啊 把卖给台湾军火 这个军购案呢 高调的挑出来呢 我觉得就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显然看出来 背后有在驱动这个事情的人 这个呢 完全是政治考虑 而且我们前面讲过了 F35才是现在最先进的战机 台湾一个都买不到 甭想 好 回来最后 我们觉得高雄这个事情呢 虽然是落幕了 逐渐逐渐的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看清楚 民进党今后所谓的选举 就是参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次111 没做干净 被人抓到了很多的把柄 二次66 军警全部扑上去 没有做干净 这次行了 做得干干净净的 让你一点都抓不到把柄 那些高雄的民众 还真的去投票了吗 就我知道好多没人去投票 根本没有什么人去投票 投票的人 寥寥无几 但是甭管你投 还是不投 只要他们有一些人过去投 只要那个三立电视台 能够捕捉到一些 投票人的那个动作 行了 这个做票就做出来了 成什么卖就当选了 对吗 以后台湾呢 只要看到台湾选举 就用那种观看戏 演戏的眼光去看 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很拙劣 智商很低 但是就是这么低智商的这种假选举 真做票 骗得很多台湾人溜溜转 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呢 也许他们搞清楚 他们就这样乐意 现在我发现这个台湾这个穷穷极恶的这些网民 这些1450真不少 穷穷极恶 到现在 完全就是一顿筹码 就做 司法 你告 你告 就这口气 你闻你告 这个社会完蛋了 这个社会 道德扭曲 我们说 一个社会 谁能引导这个社会道德的走向呢 就是那个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 他可以制定法律 他可以以身作者 他可以用自己的行动 来告诉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道德论理 朝哪个方向走 一号人物是有权利的 也是有能力的 而这个人呢 现在给台湾走出来榜样了 就是 我是个骗子 我是个假博士 但是 但是我有权利 我就做总统了 有本人你告我 我告你也差不多 对吧 采哥还告彭文正 贼 在这个贼告好人 这种现象 在很多国家都有 在加拿大也有 在美国也有 他是小偷 他告你 没什么呢 他到你家偷东西 你打他了 好 他告你 法院最终裁判是什么呢 法院最终裁决就是 这个好人 由于你打了小偷了 所以你要赔偿 你是犯罪 他会把这个好人 关进监狱 而小偷呢 没关进监狱 小偷还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这个就是现实的司法当中 经常发生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案例 很多 很多 也就是这个司法 如果你是保护坏人 保护小偷 你去打击好人 那就逼梁为昌了 那这个社会还有公义道德吗 显然没有了吧 而台湾现在这个司法 公平正义吗 绝对不会是 有谁相信台湾的司法是公平正义的 过去N多年我都看过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70%到80%不相信台湾的司法 我们在网上也放了一些网络民调 80%以上的人都不相信台湾的司法 是公正的 为什么 头就是撒谎骗子 司法是他制定的 你想一个诈骗集团 一个骗子 一个小偷 他能让司法公正吗 他能让司法去抓小偷吗 不会 他一定要求司法 去抓好人 那这个社会 大家不用做好人了 跟着一起撒谎 跟着一起骗人 跟着一起贪污 如果社会真的变成这样的话 那下一代人 这一代人就这样了 很难改变 年龄大的人很难改变 他不贪污就不贪污了 他的世界观定型了 而下一代呢 蔡威威给下一代做出的榜样就是 跟着我一起撒谎 一起骗人 1450 他们都知道他是假博士 上网的人都知道 看过我们节目人都知道 他是假博士 假总统 坐票 他的升等文件 升等材料 封存 为什么 不让你看 你不能看 你不能看 因为假的 要真的就不怕你看了 对吗 整个台湾社会将堕落 走向撒谎 骗人 这样一种社会 对未来 对下一代 一点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 杀不住了 现在就照这条道走下去了 以后我们看吧 未来台湾国际形象 一落千丈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至于后边怎么样 我们大家观察吧 我们希望台湾这个社会好 但仅仅是我们的希望 但现实当中 好像我们越来越 看不到希望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